看看龙山寺向来是善男性女参拜的圣地 但是却有议员踢爆 龙山寺地下二楼的商场 现在却变成了牛肉厂 有台北市议员录下了影片踢爆 说龙山寺地下商场二楼 全改成了有清凉辣妹热舞的演歌厅 到了周末还会加码演出 让带着小孩逛夜市的民众好尴尬 而主管机关市场处自觉不妥 已经发文要业者要求改善 只是暗藏地下商场的春光 真的是让市府颜面无光 辣妹穿着清凉养眼 三点是泳装其他的就靠留素遮掩 但留素晃啊晃的更引人遐想 这里就是龙山寺地下商场二楼 实际上走一遭地下室二楼 几乎所有的店面都改成了这样的演歌厅 业者更大啦啦的打上有辣妹竞歌热舞 入场不收门票收你茶费一百五十元 就衣着清凉的小姐唱给你听 男士们看了好开心 为数不多的座位几乎坐无虚席 就连若旦走道都站得满满满 依照规定这里市府是房东 对外周末业者只能坐坐零售餐饮等生意 这回严重违规市长真的是颜面无光 可以穿这么小的衣服在B2商场做表演 礼拜六礼拜天还有牛肉场 我看起来啊就是他的服饰是太少了一点 我这样的一个表演我觉得是不妥当的 这个我们要来做处理 应该不太好吧 会觉得不晓得政府到底有没有在处理这件事情 主管机关市场处表示 10月店面才重新招租 近来发现不妥已经发文要业者自行改善 而业者则低调表示 上台都是民众自发性的行为 绝对没找辣妹来表演 但再看一次这有够专业的演出 市府罗斯早不知松了多久 才让龙生寺地下街春光满园 一电视网 佳姐刘宾让台北唱不到了